大家好啊 我现在是在四平市的这个海丰大街和这一小桥旁边 边上啊就是四平的那个南湖公园 昨天晚上我不经意间呢 居然在这闯了一个进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啊 他不赖我 至少说主要的责任不在我这 我给大家复原一下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啊 昨天晚上八点来钟啊 我就是沿着四平市这个海丰大街 由南向北走 要去那边那个叫什么 南湖公园去看一看玩一玩啊 说完了犯不下事 我还怕这个地方啊 不允许右转 因为这边的停车位都满了 一个位置都没有 而且边上还有很多尾停的车 咱别尾停啊 这边上没地儿 咱往前走走 沿着那胡同拐进去 而且本身高德导航啊 就让我这么走 我就设停车位就设在里边 我想着边上有咱就停 没有咱就接着往里走 到这我还真就这个抬头看了这个 交通牌子啊 看看有没有一些不让走的地儿 但是没看到 一点也没看到啊 我就放心点了 接着往前开吧 这地上现在大白天的 咱能看出有点印来啊 但是在晚上一走一过 根本看不见这有啥 一点都看不见 这地面标识必须清晰明确呀 这个程度谁也看不清楚啊 尤其还是晚上 然后我就正常右转了 正常右转 右转右转 我快一点走啊 右转大家看啊 正常的视线根本就看不见 这个进行的标志啊 尤其是坐在车里 有右边壁柱和这个车棚的遮挡 你根本就看不见它 我停好了车 沿着这个路 看看这个四平的这个河景 又返回到这个路口的时候 我才惊讶的发现 这是你妈有一个进行的牌子呀 啊 我好好回忆了一下 又看了我的行车记录仪 我真是没看着这玩意啊 我正路上呢 又拍到一个车进来了 咱也不知道这个路段是真的是进行啊 还是说假的 进来不罚呀 那如果是假的进行 说进来了之后 不处罚 我觉得也不合适 那你把这个交通标志的 严肃性 法律的严肃性发在哪儿了呢 其实我都开车走了 但是越想这事越憋气啊 实在气不过呀 专门开车回来给大家拍拍这个地方啊 你这怎么能看得清楚啊 对不对 四平的基础设施啊 也真是不行啊 这旁边就是比较繁华的那个南湖公园 就是昨天晚上我掉坑里呢啊 这旁边的道路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这边呢 是政府专门画出来的停车位啊 都是标准的停车位 但是你看这个篮子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有多少车在这都刮了底盘的 看看 有多少车都在这刮坏了 你说你就不能把这个坡弄的稍微平缓一点吗 回长春有段时间了啊 这个事啊 四平交警还真就没罚我 挺好啊 算简易便宜 咱也不知道它是人性化执法 优待外地车辆啊 还是说这是一假牌子啊 谁进来都不罚 但不管怎么说呀 我觉得这个事处理的都不是很好 那如果你是一真牌子 你就应该把附近的标志标签给补齐全了 让所有开车到这来的人 一眼就能看到咋回事 避免右转进去啊 避免闯这个进行 那如果你是一假牌子 那你莫不如就把它给摘了 别放在这吓唬人 尤其像这个外地人又不熟悉路啊 一下吓一跳 多不值当呢 你去是不是 好フェ 好 好